欢迎收看上午十点中天新闻我是洪淑芬 新北市有个妇人在年初的时候外出骑车出了车祸 送一只后不治 警方随后逮捕了肇事的驾驶 不过案子送到了地检署 检方最后呢是只有以过失伤害致死罪起诉的驾驶 让家属痛批 检方对事实的认知有出入 为了要证实驾驶是有肇逃 家属还特别找到了行车记录器 要让检察官好好看个清楚 妻子车祸被撞身亡 抛下两个年幼孩子 吕先生背从中来 镜头前数度哽咽 今年1月14号中午 吕先生的太太骑机车遭擦撞 送一不治 路过公车的行车记录器清楚拍下 就是这辆白色轿车撞到机车 骑士当场被撞飞 不过当时警方并没有发现 赵氏的就是白色轿车的驾驶 直到第三天才以他涉及赵氏逃逸通知到案 但检察官最后却指引过失致死罪起诉赵氏者 申请两次在意都被驳回 让吕先生很难接受 我太太还有意图要赞避他 他还自撞过来 真的从正面撞上去 他还不承认说他撞到人 真的很过分 我真的这个人真的一点两次都没有 然后检察官认为当时赵氏驾驶有下车查看 还放三脚架挡住来车 甚至协助指挥交通 等到伤者送医才离去 不算赵逃 但吕先生不满 赵氏驾驶变称不知道撞到人 直到事后才知道赵氏 现在每看一次太太车户画面 和全家开心出游的照片 吕先生就心如刀割 大叹司法不能还公道 反而带给他们更多薪碎 专门新闻李宏杰谢凯生新闻市采访报道